头条新闻,我们先来看这中华的很欢迎 第17日的播,是将对中华管党特别玩笑的卓博仲 在当年马英九五段以中华竞争中国总监事的时尊 只要说这金会有存 接下来请见到这互算金会八百万块案件 是作出了博博 卓博仲是比较很高年 另外这五尊的比较四年了各位 李经纬,这是没罪 将华管党特别管的弟弟卓博仲 小贪比起手 将华典很欢迎第17号的播来做出播館 在卓博仲比较有机兜兴高年 当然比较 在卓博仲是 在经管党行政策台出党有随便 比较有机兜兴今年四个月 经管党行政策文書可可党 在利要转今年两个月 实际上在传作这辈出头的文書结 判刑十九个月 被告卓博仲 总共认定犯了五个罪 第一个是行使公务员登载不实文書罪 处有期徒刑一年四月 第二个罪是侵占罪 处有期徒刑四年 第三个罪是犯商业会计法的 记录账册不实罪 处有期徒刑七月 第四个罪是侵占罪 处有期徒刑四年 第五个罪是商业会计法的 记录账册不实罪 处有期徒刑七月 应执行有期徒刑九年 其余备诉部分五罪 那另外处长的部分呢 被告杨瑞美认定犯行使公务员登载不实文書罪 处有期徒刑一年四月 其余备诉部分无罪 被告李奥权犯行使公务员登载不实文書罪 而处长在应用随便 它是公务员 它绝对是没为作文書 它会为到家庭的情报 来继续上属 分导到地 那应用的就像判决书上所记载的 那是主要是说从政治人手中诚信 是为了这个样子 所以才应用这些论语的这些 言冤篇的这些文字 那主要是因为 我们黑庭认定被告卓伯仲 还有梁瑞美 李耀全等人 他们是犯的是 使公务员登载不实文書罪 侵占罪案 那个 记录当车不实罪 那他们都是同事公务 或者是在 同政治人 但很欢迎接触说 主播众市医馆的弟弟身份 对这个官府官官 话来话去 以东口 通家口 为了来暗门在幻想起上缓下 还有这些行为 手段 动机 实在是真恶致 所以在这伯伯书当中 要够应用了 论语言冤篇 子曰 故谁无死 民不信不利 来说明了 破冠的理由 中西新闻 上汉管 官林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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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